是源泉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的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一生只有一个偶像 就是费老师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我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偶像 我说你怎么早不说 之前从来没有说 都拍完了所有的戏 才这么说的 才暴露了他真实的想法 费翔老师这一次和源泉的合作 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对手戏 也特别难得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我真的觉得他最最厉害是他的声音 他说话的 他台词的 拿捏 还有他的运用他的声音 去表达情感 是我少见的 少见的演员 真的特别特别棒 他最后是觉得我对手戏是他的声音 他在他身上的声音 我还在他身上的声音